我想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要參選的 其實大約兩年前的時候 黃文傑跟我說 幫到人最直接的方法 不是在報紙、電台、電視那裏講這個政策 而是真是落區深耕細作這樣做這個社區工作 那我大約做了一年多之前 有兩件事 是很大的轉捩點令到我想參選的 第一個 就是我做這個地區工作的寶萊 就在善明村的村口 有位街公跟我說 當年搬入善明村的時候 在康幕設施的第一行 就說有一張乒乓球桌 怎知道原來三年之後還沒有 就問我 孫柏雲你可不可以幫忙 那之後 我就跟這裡的管理署和房署聊天 我就說不如這樣 是不是資源的問題 如果是的話我出去籌錢 籌完錢之後放一張球桌回來 你只要找個位置給我放就行了 怎知道他跟我說 孫先生 如果你們沒有我房署和管理署的批准 我們會直接送往堆鐵區的 出張球桌 就是因為這樣 我後來要出動一下何文傑 幫我在區議會入動議 然後就逼房署 再逼這裡的管理署 原本我打算自己籌錢 可以買哪張球桌回來 他只要找個位置 是需要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一搞 搞了九個月才有 不過在那一刻我就知道 原來有些地區工作 一定要有區議員身份才有效的 第2個 第2個令到我想做區議員的一刻 第2個令到我想做區議員的一刻 原來建當年興建善明村的成建商 都是這一個瑞安建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馬上跟何文傑談 不如這樣 我們去驗水 有同事跟我說 不如我們逼政府幫我們驗 我就是說等不及 一定要我們自己驗 不過因為資源 因為自己不購包 在那一刻我就跟自己說 如果我们有一个区议员办事处的资源 我就可以在善明村拿到几个水瓣 那你就知道了 最好每一个水龙头都验 所以我就算验了多少都好 我自己都是不满抽氧验样本的数目 在这一刻我就和自己说 如果我可以做到区议员 有更加多的资源 我就可以更快更有效去验水 和做其他的地区工作 我不知道这个理由 够不够给善明村的街坊 不过去到11月22号 希望善明村的街坊 可以支持我 孙泰文 做大家在区议会的代表 多谢 我亦都承诺 和何文杰一起 进造 进造 如果你说本区 将军澳最大的问题 最迫切的问题 就一定是交通问题 我的对手全部都跟我说 不如这样 开多几条巴士线 开多几条小巴線 我告诉大家 如果在繁忙时间 将军澳隧道继续塞车的话 你开建一条巴士线都好 都是解决不了交通问题的 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我 支持我 解军澳隧道的塞车问题 在繁忙时间 向私家车的收费大幅提高 让巴士和小巴 可以疏到现在已经 非常紧逼的地铁服务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进造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有很多街坊问我 你是什么党派的 我只可以这么说 准时倒垃圾 是没有分民主派和建制派的 解决交通问题 当你塞车 在将军澳隧道 还要是 想去厕所的时候 你是不会理究竟是民主派 还是建制派的议员帮你的 所以希望支持我 这个无党派 独立的宣派民 因为我答应你 一定会 遵守 遵守 谢谢 好 到下 何敬杰